中国侵略乌克兰狂轰猛炸25天 造成越来越多无辜平民死伤 乌克兰一名享誉国际的芭蕾舞者 二月底也在首都基辅 遭到俄军炮火攻击受了重伤 经过三周治疗还是不幸身亡 消息传出也令各界震撼 乌克兰籍芭蕾舞者达西新 在国际间享有盛名 曾经担刚主演天鹅湖 胡桃钱和睡美人等大型芭蕾舞剧 但他高超优雅的舞姿和声音 已经不在 二月二十六号达西新 在基辅造入侵俄军开火 受伤送医 日前伤众不治 他才四十三岁 达西新死于战火的消息传开 各国的芭蕾舞者都同感哀伤 纷纷发起表演募款 要帮助数百万逃离家园的乌克兰难民 联合国统计 俄军侵略乌克兰四周来滥杀平民 至少造成约九百人死亡 乌克兰表演艺术家失去表演舞台 纷纷出国逃难 乌克兰民众因期盼战火快平息 但俄国似乎没打算收兵 激发更多乌克兰人的爱国心 纷纷志愿从军 誓言牺牲一己 也要打败俄军 找回自由和平的家园 杨振平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